马来西亚志工陆续举办岁末祝福 许多民众和团体每一年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刻 除了可以领到不会红包 大家还会虔诚地祈祷 希望天下无灾难 叮咚叮咚 我们是慈祭的人 挨家挨户邀约一年一次的岁末祝福活动 已经是社区居民期待的大事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来参与 也到学校广为宣传 家长们都很有兴趣 我们要祈祷点灯 所以我们没有灾难 然后我们拿到上来都很好 父会很好 他的祝福很好 玉德拉慈一志工 三天在三个不同场地举办岁末祝福活动 大家共同见证 此季走过50年来的点点滴滴 感受到人间的友爱 然后又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是很幸福 我会想加入实际一起去 帮忙去帮助有需要帮忙的人 在槟城光华小学 则有400多位民众来参加 感动是大家都有的共鸣 孩子都会问我说 爸爸那是什么 那时候他有感受到 我觉得那个很不错 很生动 很期待这个活动 其实本来是打算今天跟小孩子庆祝生子 过后就上个星期听到成校长讲说 有这个祈福会 然后就把那个生子会挪后了 我们的民众的期待 此一志工也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早上还要来呢 因为这是年度一大盛事 一定要来出席 要请假呢 我是聪明发行要来帮忙 一年一次不来不可以 八珠八霞联络处 一年比一年邀约更多人来参与 职工不分年纪大小都动了起来 不论是台上演艺 还是台下做工作人员 打忙倒兵 然后就可以给他们很凉快 然后就觉得有点高兴 就是这份想助人的心 让人心明年都温暖 人间有情 真的很多人也得到帮忙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也是有得到自己的帮忙 大爱新闻 真山美之沟 马来西亚报道